歡迎鎖定璇璣妙算 在昨天的這一刻的話 我們的子萱老師就提醒給大家 今天會是一個空方攻擊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而且在完全部分 還是一個大砍大賣的情況之下 這個壓力會持續擴散嗎 還是說這個壓力以頭 如果持續擴散的情況之下 你又該如何操作跟應對 馬上為你要請到子萱 子萱你好 志博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子萱 最開始還是給你按個讚 太犀利了 昨天還在這一個提到說 空方攻擊的力量 如果展開空方攻擊的話 接下來該怎麼看 好 其實我先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在看盤 很多時候是要靠經驗的 其實經驗是可以一直累積 但是現在整個事況 每個老師只會拿軟體跟你講說 你有沒有看到訊號是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有把這個經驗傳承給大家 那我子萱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樣 時時刻刻提醒你 什麼情況之下要注意什麼事 昨天我有提醒大家 禮拜五是空方攻擊力道會比較強的時間點 今天早盤因為美股 費半跌得比較深 跳空下來 下來之後再往下殺一些 雖然幅度不大 問題是今天買盤力道有沒有特別弱 你有沒有發現 那你要怎麼運用這樣子的經驗 來掌握今天的漲跌 這就是今天我要告訴你的 那你今天有沒有看到 我下了這個標題空襲警報 來囉 要注意喔 提醒你囉 今天有一個警訊喔 待會我節目裡面會告訴你 為什麼今天是一個空襲警報 我們先把今天的盤勢操作複習一次 今天高低差五十二點 一早跳空下來 就把大部分的空方力道給消化了 可惜如果它開個平 開個平低往下 我們可以掌握到更多 但是這就是超盤有趣的地方 跳空很多下來 我們還是可以在五十二點的區間裡面 掌握我們能夠掌握的 這才是真正的專業 來 每天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就是把我們的壓力 把我們的支撐找出來 畫出來 規劃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運用我們玄機指標 把壓力點找在哪裡 把支撐點找在哪裡 盤中的轉強轉弱點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要把這四個點位規劃好 目的只有一個 掌握我們的成本優勢 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掌握起漲起跌點 你會發現原來能夠幫自己創造成本優勢 是多麼棒的一件事情 等到你掌握這四個點位 等到你掌握了這起漲起跌點位之後 再運用我們的漩渦操盤數 把獲利機會放大 這是一個投資的架構 投資的邏輯 那我們今天我們今天壓力支撐早在哪裡 9122支撐今天有沒有來 沒有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壓力9214有沒有來 沒有有沒有關係也沒有關係 老師那就不用做了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玄機指標會告訴我們 轉強點轉弱點在哪裡 我們今天的轉弱點 9181 開盤8點53分的時候 9181這裡 它開始轉弱了 盤式空方力道轉強 多方力道轉弱了 9181我們做 空掌握任何可以幫助我們 創造成本優勢的點位 轉弱點掌握下來 往下殺下來25點 基本要求 因為今天 它的跌幅不大 我們掌握到25點 覺得少嗎 不少 区区52點的空間 我們去掌握25點 而且我們會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 只要見到這25點的數字 代表大的波動要來了 大的行情要來了 待會兒會告訴你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今天 我們 用這樣子的方法 用我們的玄機指標 用我們的漩測超盤數來掌握我們能夠掌握的 今天是這樣 過去我也是這麼做 未來的操作 我還是這麼做 我們 畫作實戰的能力 那 就沒有用了 我們在棋子市場操作 只有一個目的 成為贏家 成為贏家賺到錢 那如果你只會分析 沒辦法把你分析的結果 畫成實戰 就可惜 你就不會成為贏家 那既然講到分析 我來提一下什麼叫分析 國際情勢 美國 目前 道瓊指數 還在創新高 可是昨天 廢辦指數殺的比較深 連帶的台灣的電子股 也跟著下挫 那既然是這樣 這個國際情勢昨天的狀況 影響到我們今天台股三大面向 技術面 基本面 籌碼面 籌碼面外資 現階段還沒有太大疑慮 基本上他們還是中性偏多 沒有太大的疑慮在 好 可是技術面呢 技術面是不是也要參考進來呢 那我們現階段 台股的技術面怎麼了 長黑K棒中間的反彈走勢 這一段上來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反彈的走勢 一直跟大家講說要注意的事情是 看下面KD的這一個指標 要小心要有背離 但是背離不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你要有一個板機機制 你要有一個訊號告訴你 要小心了 空方力道轉強了 來 你來看一下這一波上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十來根的K棒 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根的低點都比前一根的低點 都比前一根的低點還要高 就算他破了收盤價也會收上來 來一根一根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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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收上來 比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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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收上來 比他高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不一樣了 有沒有看到我框起來了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跳空缺口 不只是跳空缺口 他收盤價有沒有收付都沒有 那要不要小心了 KD交叉了 空方力道轉強了 他是不是一個警訊 他是不是一個空襲警報的警訊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場要告訴你 來到今天這個盤勢 你要開始留意 空方力道在今天 是這幾十天以來 首次強勢表現的一天 未來如果要化解掉空方力道的話 第一個重點 缺口先把它回補 回補完之後 如果這一個高點能夠突破 如果甚至於這一個壓力點 也一起站上 那代表空方力道又被扭轉回來 眼前當下你要留意的就是 空方力道轉強的事實 不變 所以要不要小心 要 如果你現在手上持股 有那種反彈上來 連月線 連十日均線都站不上去的個股 是不是應該趁著這個時間點 好好的太弱流強了 小心喔 提醒你囉 就跟我昨天提醒大家一樣 今天 是空方攻擊力道會轉強的一天 比我們預期還要強喔 那你就要小心喔 好 這叫分析 這叫做分析 但是有分析還不夠 你要問問你自己 你現階段跟著老師 他除了會分析之外 他有沒有辦法帶著你實戰操作 有沒有辦法跟我一樣結合經驗 實際操作 帶著你們在市場上爭取機會 千萬不要是那一種 只會推給軟體事後諸葛 很多老師現在很喜歡用軟體 因為軟體不用帶著你啊 他只會叫你說來看一下 我們的軟體是不是有告訴你 是不是有買進訊號 是不是有賣出訊號 結果那個訊號往往 都是慢了一步的訊號 看得到吃不到啊 沒有用啊 那我們呢 我們靠著我們經驗來操作 我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說 怎麼樣把我們的邏輯 把我們的績效結合起來 不是只會誇到績效 不是每天都只會在那邊講說 我的績效有幾百點 區間霞幅震盪也有幾百點 有那種每天都幾百點的嗎 不可能嘛 還是掛單掛遠遠的 你現在跟著團隊都給你每天 支撐在哪裡壓力在哪裡 掛得遠遠的 每天都做不到 那你在棋子市場幹嘛 每天看著它漲跌 結果你都沒有辦法做到 不就可惜了嗎 我們呢 我們想辦法看對 想辦法做對 這樣才能夠得到對的結果 看到機會就是做 轉強點轉弱點來了就是做 支撐壓力點來了就是做 幹嘛掛得遠遠的 不敢面對嘛 還是剛剛講的只會解盤 每天分析講了一大堆 問題是沒有告訴你怎麼做 我們想辦法化分析為實戰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能夠從每天的漲跌 掌握你能夠掌握的機會點 再加上我們的經驗 時時刻刻告訴你 有25點這種數字出現的時候 就要留意隔一天的行情操作 會變得比較好操作 或者比較大的波動 25點之後有83點 25點之後有50點 上禮拜五有25點之後 這禮拜一有58點 禮拜二有25點 禮拜三就給你115點 今天禮拜五又給你25點的機會而已 代表下禮拜一 要不要好好掌握 要不要把支撐壓力 轉強轉弱點 在開盤的時候就先規劃好 這就是化分析為實戰 時時刻刻結合我們的經驗 加入我們的操作 這樣才能夠成為贏家 從每天的漲跌裡面 去掌握我們能夠掌握的機會 禮拜三 這是禮拜三 禮拜三我們壓力早在9232 反彈上來9232這裡放空 下來這裡轉弱點追空 來到我們支撐9184 補完之後這裡還有一趟做多 這是禮拜三結算週選擇權結算那一天 禮拜二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就已經先跟你們講 禮拜三週選擇權結算 再加上禮拜二只有25點的機會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你就要注意是不是有這種特別好操作的區間來回震盪 可以掌握到115點的機會 發生了 禮拜四昨天轉強點9230轉強我們做多 9271出41點掌握起來 今天9181做空915625點掌握起來 隨時運用我們的經驗 隨時運用我們的方法邏輯 掌握任何的可能性 這樣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我們為什麼有這樣的實力 因為我子權時時刻刻在幫我們會員朋友想著 如何在有限的風險之下 想辦法去爭取更大的報酬 這樣才是真的是實力 我們不追求那一種無風險高報酬的 因為沒有那種東西 沒有那種東西叫做無風險的 老師有低風險高報酬有 可是那種叫運氣 你要的是跟我一樣 想辦法 如何在有限的風險之下 去放大這一次的機會點 掌握成本優勢之後 再把它運用我們漩渦超盤數 把它的獲利機會放得更大 這樣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這樣你才能夠從每天的漲跌 去發現可以掌握的機會點 在對的時間點運用對的工具 選擇權放大更多的機會 有撥斷機會的時候 我一樣續報 劉昌 爭取更多的機會點 這才是真正的操作 上禮拜是這樣 這禮拜也一樣 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邏輯 一樣可以得到對的結果 只有這樣子的邏輯 只有這樣子的操作 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看我的節目 千萬不要只是看熱鬧 你要想辦法從我節目裡面 學習到我的邏輯架構 如果你現在沒辦法懂的 沒關係 我提供一個活動 讓你們先跟上我的腳步 讓你從每天的操作 來跟上我的腳步 學習我的邏輯 不久 你就能夠跟我一樣 有贏家的思維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待會兒回來 講解比較細膩的操作 好 非常謝謝子媛 玄機妙算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固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固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將引領我們再次回歸 到這找到幻笑 奇想 一起找回心中那個 小小魔法師 2016 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歡迎鎖定玄機妙算 接下來子媛的部分 除了剛剛一些指數方釋之外 這些操作上的叮嚀跟建議 好 記得看我的節目 不要只是看熱鬧 想辦法把我的邏輯架構學起來 不懂的先跟上我腳步 讓我來告訴你 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我的節目架構是什麼 你要看我如何 用我的多空螺盤 來幫我判斷目前的趨勢是什麼 現在是空投的趨勢裡面走反彈 反彈上來找空點 問題是如果有做多機會 要不要做 要 有做多機會 一樣掌握下來 多空自如 不要死多投 也不要死空投 我知道這一波上來 很多人一直空一直空 從8700 8800 8900 9900 11 一直覺得就是空 可是一路上來被嘎得老翻天 也不停損 這樣對嗎 錯 反彈上來有短波段還是可以掌握 有做多的短波段一定要想辦法掌握起來 做空的機會出現了更要掌握起來 多空自如 靠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可以知道每天的支撐壓力 轉強轉弱點 就是我們的璇璣指標 璇璣指標就是幫我們每天最即時的盤勢狀況 找出這些有代表性的點位 最即時的盤勢狀況 開盤一分鐘 先把整個盤勢規劃好 掌握這些成本優勢 運用我們的漩渦超盤數 把獲利機會放大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操作邏輯 化分析為實戰 如何化分析為實戰 剛剛講過給你聽了 也提醒你了看到這一張圖記得 目前反彈的走勢上來 今天的跌幅 今天的收盤狀況 是有史以來這十幾天以來 第一次出現空方力道真的轉強的訊號 什麼時候空方力道才會不見 缺口被回補的話代表 今天的空方力道要重新來過 最好的話 連這個高點一起突破是最好的 隨時跟上多空的變化 隨時跟上多頭空頭的轉變點 掌握我們的成本優勢 這是我非常強調的 不管是波段還是當充 都要掌握我們的成本優勢 這樣才能夠讓你運用我們的漩渦超盤數 把獲利機會放大 這樣子的方法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邏輯呢 如果有恭喜你 如果沒有 跟上我腳步 看我如何在對的時間點 找到那個起漲起跌點 在做對的事情做多還是做空 來得到我們對的結果 上禮拜這禮拜 每天都是運用一樣的邏輯在掌握機會 上禮拜 這禮拜 你會發現最近25點出現的頻率有點高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盤很多時候都是無量盤整 盤整完之後 隔一天就容易有比較大的行情出現 就要好好的掌握下來 我一直跟大家講 盤整是為了後面更大的漲跌做準備 這個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 問題是要如何運用呢 你要如何運用這樣子的概念呢 方法就是我們的玄機指標 開盤一分鐘 規劃好你的壓力 規劃好你的支撐 盤中的轉強轉弱點在哪裡 隨時掌握我們的成本優勢 做對的事情 做你該做的事情 這樣你才能夠得到對的結果 這是禮拜三的操作 禮拜四一樣 一趟做多上來 當天支撐壓力沒有來 沒關係 我們一趟上來 是11點掌握起來 轉強點 今天是轉弱點 有沒有發現 旋機指標是不是非常的 即時 非常的有彈性 沒有 什麼叫做死多頭死空頭的 隨時跟上盤式變化 該做多就做多 該做空就做空 多空自如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裡 時時刻刻想著如何結合經驗 來帶著我們投資朋友在市場上實戰 畫分析為實戰 不是只靠軟體 軟體都只是事後諸葛 軟體都是事後才告訴你 那邊是對的 可是你做不到 我們也不是只會解盤 我們懂得如何操作 因為畫分析為實戰 才是你成為贏家的關鍵所在 你跟著團隊有沒有這樣子的特色 你現階段跟著團隊有沒有這樣子的特色 有沒有辦法帶著你做輸家不敢做的事情 專門帶著會員朋友 多空自如 做多也可以 做空也可以 不對的時候 執行你該做的事情 不硬拗 沒有死多頭死空頭這件事情 從八千八一路空上來 一路空上來是在空什麼東西 對嗎 不對啊 沒有那麼大的保證金在那邊跟他耗啊 對的時間點 做對的事情 反彈上來一樣有做多的機會可以掌握 為什麼要做空 這是一個概念 跟我們一樣隨時掌握可以掌握的機會 多空自如 做多也可以 做空也可以 只要有機會 只要有機會就是操作 從短線裡面去發現有沒有長線的波段機會 時時刻刻幫自己控制在有限的風險之下 去掌握更多的報酬 這才是一個團隊應該有的實力 而不是把責任推給的問題 如果你對我的操作有興趣 你今天沒有辦法找到轉強轉弱點 支撐壓力點的 跟上我腳步 謝謝各位 好 非常謝謝子澄 神經妙順 感謝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了 - 投資 - 獲利 - 雙指標 - 固責投顧 - 您信賴的好夥伴 - 我們的專業 -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 我們的資金 -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 固德投顧 -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 期貨股票裝正照 - 旗鼓雙贏一把照 - 固德投顧 - 就是good - 02- 2578- 3000 - 2578- 3000 - 富有採購品牌年中大回貴 運用品挑戰最低價 2號到5號 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 富有採購 搜尋上連富有展 - 有沒有想過 - 瓜糊加上護膚 - 會帶來多麼極致的享受 - 全新首創雙重護盾科技 - 瓜糊護膚從此合二為一 - 全新極烈豐護瓜糊刀 - 極烈 -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 固德投顧 - 您信賴的好夥伴 - 我們的專業 -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 我們的自信 -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 固德投顧 -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 期貨股票雙震照 - 旗鼓雙贏一把照 - 固德投顧 - 就是good - 零二 2578-3000 - 零二 2578-3000 -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 固德投顧 - 您信賴的好夥伴 - 我們的專業 -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 我們的自信 -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富有采购品牌年终大回贵 运用品挑战最低价 2号到5号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 富有采购搜寻上连富有展 爱呵护着你 现在你能感受新的爱意 新邦宝式特级绵柔 帮助均匀分散尿湿到三条神奇通道 并让空气自由流动 带来会呼吸的干爽 全新邦宝式特级绵柔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顾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1000 2578-1000 所谓质人在于细心淬炼 细节要苛求 来吧 Lynch 务剪 垢 ra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